Hello,大家好,我是Maya奶爸 今天呢,我会介绍一些新时代的调和威士忌 就这些 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还有,超级感谢哦 好,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一些新时代的调和威士忌 就是你们看到的商品在你们前面 这些都是新时代的调和威士忌呢 是因为他们的做法都是手工的 而且都是比较新款的调和威士忌 而且他们好像2023才开始出 那跟你们稍微讲一下 我个人大概1997年的时候 那时候刚毕业那个高中嘛 然后要进入大学了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是有分享那个Johnny Walker Black 就是黑牌给我喝 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说 哦,那可能这个是最流行的威士忌 刚满18岁的时候还不太认识威士忌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一直以来觉得 Johnny Walker黑牌是一个很棒的威士忌 那回到现在的时代的时候 然后有开这个YouTube的频道 我对那些Johnny Walker大概2012、2014的时候就开始 比较没有在买了 因为那时候都是买丹尼玛雅的 那时候也开始认识 哦,原来丹尼玛雅也是有一些比较 给大厂喝的 也是有一些手工的丹尼玛雅 然后去年我就开始发现 市场有出现一些手工的那些调和威士忌 就是这些你们看到的 他们都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为什么在我频道我一直强调这些数字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保证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手工威士忌 就是可以感受到酒厂的心意 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威士忌 就是给你们有在看的观众们 就是比较在意你们喝的威士忌 就是比较手工的比较好的 那大市场的或是超商的那些威士忌 大部分是给比较不太在意的 可能是买醉 就是没有跟我们一样那么在意要喝好的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边最左边的这支 它是指南针Compass Box 然后它就是Orchard House的这个威士忌 它就是在苏格兰一个美国人 他叫John Glasser 他就是一个调酒师 而且是Johnny Walker的调酒师以前 然后大概在2000年 他决定就是出来做自己的调和威士忌的公司 因为他觉得那时候 大公司的 如果你是个调酒师 就一定要去follow 或是去尊重他们调和出来的一种口味 就是比较多人喝的口味 可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不够嘛 就是比较他想要调和自己 觉得最好喝最好的 就是给一些老陶喝的 所以他就出来做这个Compass Box 那这支呢我在那个酒盏买到的 那时候有试喝过 因为我是在国外有听过很多人对这个Compass Box 的评价是不错的 我试喝的时候就很喜欢 所以我就买 那时候买大概 然后他就是因为是一个手工的威士忌酒厂 所以他们都很透明 譬如说这个Compass Box 他透明的写 他是利用39%的Linked Wood机酒 然后29%的小猫机酒 然后20%的Ben Rinnis的机酒 然后有8%的他这边比较好笑 他是说Sherry from a distillery near Avalor 就是在一个Avalor的镇最近的酒厂 那你们就知道是谁了 2%是Kalila 另外一个2%就是一个Hiland Blend 就是高地的调和 就是他们自己调和 然后就做出了这个Orchard Town 以我的我记得的时候 它的口味就是很清爽 就是很适合现在暑假喝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支手工的调和威士忌 好 那第二支呢 这个就是从Dornok Distillery 它就是Thompson & Brothers 它是一个调和雪莉威士忌 而且是6年的 如果你看到酒标 它这边有写TB TB就是Thompson & Brothers 然后BSW 就是Blended Scotch Whiskey 它里面就是有调和一些古类威士忌在里面 然后在雪莉桶手成的 然后它的目标 它就是写为了庆祝雪莉威士忌 然后这个Thompson & Brothers 其实在我们那个Ozwar 去年Ozwar 2023 就是赢到最最好喝的调和威士忌 Best Blended Scotch Whiskey 它有得奖在我们Ozwar那边 第三就是教父雪莉桶 就是McLean Snow 它也是一个调和威士忌 而且从我比较喜欢的酒场 就是爱德麦康 也是满心的酒场 它也是一样很透明的雪 而且它就是70%都是用迈牙的 然后30%是滴滴的古物威士忌 它里面是有调和雪莉 Orbert 大部分都是它那个爱德麦康的激酒 所以我们来喝喝看这两支吧 好 这个就是Thompson & Brothers在中间的这个雪莉威士忌 我们来闻像一下 它的调性真的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雪莉威士忌 很标准 就是有干葡萄 干橘 有一点可可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六年的威士忌 所以有一点活泼 它就是活泼型的雪莉威士忌 好那我们来闻一下这个爱德麦康的教父 雪莉调和威士忌 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一种就是爱德麦康的那个性格在 就是比较那个海风海水 因为它是一个岛屿的酒厂 所以它有柑橘 柠檬 然后有一点苑薰 有一点泥梅 然后也是有葡萄 葡萄干也在里面 因为有一点雪莉 可是比较淡一点 这个比较明显是雪莉 好那我们来试喝中间的这个Thompson & Brothers 它口感其实是蛮清爽 很干净的一种雪莉 而且很活泼 所以有一点姜辣 有姜辣感 然后有那种梅子 梅子覆盆子的味道 然后它厉害的点的就是因为它是调和的威士忌 所以它真的没有那种雪莉的淡泥跟那个流味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雪莉调和威士忌 其实如果你给我盲饮这支在中间这个雪莉威士忌 几乎你会喝不出来是一个调和威士忌 很不像 其实它是蛮像一个SINGLE MOLE 就是DANIMAYA 因为它酒体很饱满 然后因为都是被冷凝过滤的 所以它那个质地真的很棒 然后尾韵很长 然后很舒服 不会很强 不会辣 所以它利用的桶应该是不错的 这支我买大概1300 所以我觉得就是CP值很高 没有淡泥 又没有柳味的雪莉 就蛮干净的 所以是蛮不错喝的 可是它就是比较单调 就是一种很单调的雪莉威士忌 好 那我们来试喝这个 Maclean Snow's 它的口感就是蛮重的 就是很厚很重 然后咸咸的 然后有那种鲜味 就是蛮旨味 然后就是有那种海风海水味在里面 然后有柠檬柑橘 然后尾韵就是有一些太非糖 有一点干葡萄 可是没有很明显 因为它的BURBON是比较多 这个就是纯血的 以950 这支我买950的价格 这个真的蛮厉害的一个调和威士忌 真的会喝不出来 反正爱的麦坑出了这个Maclean Snow's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出一个最便宜最便宜的调和威士忌 可是也是非常好喝 就是比较手工 就是有诚意的一支调和威士忌 这个就很棒 那接下来我会稍微讲一下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调和威士忌嘛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只开这两个 那要怎么比较有趣 就是可以喝到不一样的风味 然后也顺便进步自己 就是怎么自己调和喜欢的味道 首先我们要拿这个可以量 那个容量的威士忌 然后我们自己来调和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偏BURBON 然后这个是那个血泥太直接 所以我我认为如果这两支我调和起来 就会很平衡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吧 就是我们试一下5050的那个比面 20ml 那这样就是会看到 它就是个10ml的调和 那我再把这个倒进去 反正都是调和威士忌 所以美茶可以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可以调和 然后可以做出自己喜欢的风味 或者是比较不会一直喝一种 现在我有几乎有好像有三种的威士忌 因为可以调和这两个 这个就变比较有趣的风味 因为血泥的味道增加了 然后爱的麦康的尼美还在 然后BURBON 所以它层次感其实变多了 对它的血泥存在 就是这支Thompson and Brothers 很明显在里面 可是又有爱的麦康的那个海风 海水 所以变得很不错 好我们来试喝我调和的 其实这样子调和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50-50%的比例 你们可以也自己玩 反正有这个可以看容量 就看看你可以60-40% 60血历 就看你比较喜欢血历 然后放一点冤屈你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50-50%的那个比例就很不错 这个我就是蛮喜欢的一种威士忌 它就是有那 就怎么说就是有鲜味 它突然调和出来就是有鲜味 就是喝就是会里面会流口水 这样子就是我想介绍的一些手工威士忌 你们呢你们有试过这些新时代的调和威士忌吗 而且你们在家里有没有做这些小小的自己调和 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可以自己调和自己的威士忌 连你们的那个丹尼玛雅也可以稍微自己在家里调和 这个就看你们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可以自己调和的一些配料 请在下面留言 欢迎讨论 好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手工调和威士忌 下次再见了拜拜